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顾舍男分寸也把握的很好 既不会让陆镜觉得她是一个很随便的女生 也不会让男二号误会 同时还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顾舍男和男二号一起去UV的时候 就被陆镜当场抓包了 其实陆镜还不知道自己正一步一步的 踏入顾舍男精心布置的陷阱当中 不得不说 当陆镜发现顾舍男和别人约会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反应都实在是太有趣了 顾舍男就当没有看到陆镜是的 自顾自的和男二号一起聊天 一起拍照一起乱爽 当他晚上回到酒店以后 陆镜就忍不住直接走到他的面前 告诉他 我什么都可以学 你能不能不要和别人出去约会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 顾舍男就露出了一抹胜利的微笑 由此可见 在追求男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方式 而这部电视剧也给我们很明确的指出来了 在追求男孩子里面要注重的细节 看了这部电视剧能够让我们懂得 在女追求男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你若盛开 不无点自来的心态 好了 本期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评论转发哦